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我是个本质大师,观众来观战一把费沙尔的红蝶,拥兵机械勘探前锋,把那个先知 有一首一首这套阵容拿出来红蝶不好打呀,这套红蝶想要赢 光凭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是远远不够的,这套阵容能修能打架,红蝶召架不住的 真招架不住啊,你抓个机械师也就是个保平局,抓个勘探员嘛,那你还得抓得住 这边走过去第一个点勘探员换不了点了,就算你带翠祸也换不了点了 这个时候再换过去,比如说翠祸找到机械师再传送,这个节奏点有一说一平局都 就上来很快速击倒了,因为娃娃已经放在外面了 所以你很快速的击倒这个机械师都不一定能保平,更别说真剩了 丢块磁铁,那这边只能看能不能寄希望于快速击倒这边的勘探 板击一步好,这边有机会打一刀,飞一下,拉近距离想打一刀 但是这边勘探员还是不错的,拉了一波小距离 那娃娃打掉船,机械师也可以,也可以,这边娃娃还有反应 一刀好的,可以,直接船吧 那没别的说,直接船吧,这个船做得要 这边勘探员的话呢,主要前期如果没机会,抓勘探员是唯一的机会 那么这边找到了娃打掉以后呢,这边来找机械师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机械师被抓到以后,他的一个2-6能力是很弱的 而不像勘探员,万一前锋保一波,他自己还能自保的 那机械师不一样,机械师你前后就能保一波,这机械师也保不住的 所以找到机械师的话,这个节奏点虽然说不足以真胜把,漂亮 机械师还扛了一刀,但是至少感觉保平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蛮难的,蛮难的,交阵容就蛮难的,选帅就蛮难的 还不如选个祭司什么的,对吧,对于红帝来讲可能会更舒服一点的 这里的话,看待员这边是补戒尸的遗产 补完以后他可能要去补娃娃的密码机 也就是说这边但凡是救人位当中有一个人 佣兵这边没修完,没修完的话就要有前锋来补 就但凡有一个救人位,如果能修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边的密码机其实是够的 看待员两台遗产机一补,然后他修一台新机 前锋这边救完人以后来打波架就可以了 前锋这边修完,然后来救人救人人以后打波架 是有可能能拖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看这波防守了,佣兵一个护臂跳过来 来,镜头给到佣兵 这里这个血线还是比较紧的 因为这样去,椅子比较 椅子,椅子,椅子比较 哎呦,过半家震慑 那这波防守全回来了 因为这个血线椅子比较远啊 刚刚口口有点绕 就椅子比较远,所以说这波救人还是比较紧的 这里打了一个震慑,刚好打断救人 然后再补一刀 那打架了呀 这求者者前期有节奏的 所以说不太愿意说是光跟你保个平 光跟你保个平呢,其实也可以 前锋这边的话不来管 接着挂飞以后 这边就算又没被挂上 求者慢慢盘都能盘出一个三人开门战的 再追一刀,前锋拉球 硬保,硬保 这里对于红蝶来讲的话 这里前锋来保 其实给红蝶更多的机会是有阵营的一个面 开门员这边应该先去补街市瓦的密码机 是补掉了吗 好像已经补掉了 那这里的话他应该是修最后一台 然后前锋这边的话 没时间来 那个补佣兵的遗产了 这边拉球 放 再打一波碟嘛 牵起来啊 这边想要快速挂 快速挂的话 这里等于说能保成功了 保成功 先打前锋也可以 这介石是百分百走不掉的 所以其实刚才先打前锋 如果能打得到也是可以的 打完以后 你再飞碟来找这边的前锋 可能问题会 可能会更省时间一点 这边也没什么关系啊 那佣兵交自己了 这边是应该补自己的遗产阶 补掉了 补掉以后 佣兵可以卡着救人 可以卡着来救这个前锋 开大员这边马迹马上好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打了这样一波 对吧 红蝶这边选到 自己唯一的机会 P2两 这一手选择非常nice 他只有过来管这边马迹 他才有赢面 他如果说那边去挂前锋 这个局就是一个三轮开门战 而且前锋还有四分之一球 佣兵还有两个互币 佣兵的话 开门再留一个互币好了 差不多就是一个 红蝶大概六成三抓 然后四成保平的一个局 可以啊 这把红蝶的一个大局 光是一点都没有错 没有被眼下的这个人给吸引到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前锋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搏命 所以说这边将前锋摸好以后 前锋是可以搏命将这开门战开 所以球员这边还能来打 所以红蝶这个时候反应很快 赶紧顶出去 来这边来 让你们没有办法补状态 这个时候最好是打针对打前锋 打一刀 然后 对吧 蝶一飞 没打到 没打到 佣兵往前顶 这边蓝的话 可能能蓝过半 这红蝶 果然带了军心狂 这血掉的有点快 蓝前锋是比较关键的 一刀打 好 这里还有一个蝶 五秒钟CD 这样的话 前锋这边 他得 看情况拉球 这个搏命一定要套出来 这个搏命套不出来 这局就没有了 这搏命套不出来 这局就没有了 赶紧扯 赶紧扯 来 佣兵想帮忙扛 哎呀 佣兵这个货币 差了一点点 捞下来 两块字笛 打一刀佣 佣兵这边强行起 看探员这边吸手 88% 好像 打一刀震慑 那这边 看探员 这里要赶紧起 吸手 密码机 能点亮吗 差了一口气 从后面的结果来看 刚才看探员 跟佣兵一起抢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牵起来 先将前锋 这边挂上 这边已经投降了 这把的话 只能说红蝶打得好吧 穷者这里的话 其实前期的一个开局 是占优的 然后 还是因为 佣兵过来的 这个时间点 稍微晚了 那么一点点吧 毕竟就是 他当时那个密码机 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 都能理解 就想把点开 后来发现距离有点远 这来不及 已经交互币赶过来 但还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血压压的 比较紧以后 让红蝶抓到了一个 机会打了一个震慑 而且要过半了 改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